作词 李宗盛 时间推着我走向前 你变成一片片记忆的残缺 一生煮的流过少片泪 为你流感再无亏欠 许多实情 只是难听 并非误解 相信你的直觉 终于你的感觉 为你爱都藏不得 爱都藏不得 我们要怎么快乐 幸福你 我的爱 痛苦的天才 你的真意的让我舍不来 你的真意的让我舍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安并没有做错事 你不理他还逼他道歉 写对不起 这对他有多残忍 你知道吗 屈是不要生气 平安不是玩具 你喜欢就跟他玩 不喜欢就把他丢掉 这对他小小的心里 有多大的伤害 你知道吗 等一下我就把他送回去 你答应我 以后不准再去幼儿园脚趟 细雨 说你答应我 徐护士很讨厌 你现在讨厌我了 你想赶我走了 对不对 细雨 说你受不了我 再也不想见到我 细雨 你永远不会生徐护士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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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护士很想知道 徐...不是笨蛋 上次爸爸日 他们也骂爸爸是笨蛋是不是 嗯 上次我放开爸爸的时候跑掉了 这次我生气打他们 所以爸爸才会难过的是吗 嗯 爸爸不是笨蛋 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妈妈不哭 我以后不会打架了 我会呱呱听话 老公你回来了 来 去吃饭吧 做了这么多菜还有酒 这是要庆祝什么呀 庆祝我跟舅妈终于摊牌了 摊牌 原来还有这种好事 那正好一起庆祝吧 那你是要先恭喜舅妈架空了我的位置 还是要恭喜 舅妈说要断绝我跟江家的关系啊 你跟江家本来就没有关系 我今天去看过妈了 妈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不是江海峰的儿子 而是妈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 所以呢 所以你终于想清楚了要跟我离婚 不管你是韩振宇还是江振宇 你都是我姑娜的老公 平安的亲生爸爸 我累了 我不想每天都在猜你在想什么 你想得太复杂了 我想得很简单 就是你 我 还有平安 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难道你听平安叫夕与爸爸 你不难受吗 我们应该把平安争取回来 只要你愿意 我就去做 没那么简单 dare you 知苏儿 他当着我的面策证识了 可是他说他还有傅官 支银 你见过吗 老公 我就问你的谢是 你想让我平安过什么样的日子 做什么样的人 现在舅妈已经知道 你跟徐莹的过去 她一定会把徐莹赶出去 西渝也会跟她离婚 你想过没有 那时候平安会怎么样 你希望她一辈子 被人瞧不起吗 你别再说了 平安的事情 我自己会操心 不劳你费身 我愿意为你分担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我和平安在一起 你真的会快乐吗 你真的会心甘情愿 当平安的妈妈吗 老公 我既然决定留下来 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知道平安迟早 会到我们这个家 我希望你能够开心 因为只有你快乐 我才会快乐 我可以相信你了 当然 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只要你不背叛我的话 只要你不背叛我的话 我可以带你 McCarthy 我可以带你爹 我可以带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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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细雨的事对不起 是我没有看好她 才会让她受伤的 郑宇她给你打过电话了 好好地跟她去学一学 什么时候都死不忍错 什么时候都死不忍错 都把错归在别人身上 你现在站在这里 你想跟我解释两句吗 她要怎么说随便她 但是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 好好弥补我对细雨的伤害 看来你们两个 还真的不是一个路子的人 不管妈相不相信 我跟她早就没有关系了 我现在没有心情去管 你和她之间的事情 我只是在乎 你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你什么时候可以在我的视线当中消失 既然是我们谈妥的事情 别再妥了 说话算话 我其实都有那种 我们有一个人在做好谱 你的事 你不能让你去过 努力啊 我不能逃避了 你不能让你ego cause 让我去过去 你的人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 你哪里 我儿子 他的风仙 左翼 看来是我冤枉你了 是朋友就该大声说出来 你冤枉我了 不然 害我白白去出皱纹 还得花钱去做美容呢 下次不会了 还敢有下次啊 没了 岳父大人 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知不知道 帅哥是不能有这种熊猫眼的 手足带醋的法子可是你出的 对不着老张 你真想走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尿皮呢 尿尿尿 别吵 真的不行 我尿急 岳父大人 你看 是不是老张 老张 别动 老金有眼 总算让我抓住你了 双手摆在头上 把钱拿出来 换钱 你 你谁啊你 我是谁 我是我岳父的女婿 换钱 救 救命啊 亏我哪里当朋友 我们几十年的交情啊 你怎么能对我做出这种事了呢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怎么办呢 老徐啊 我哪想到他不是真正的老板 我当时都把钱给他了 可他却跑了 你说我还有脸来借你吗 别 别 你设计骗光我的钱 你还在那撒谎啊你 我真的没骗你啊 这都怪我 上了他的当 当时我就去追他 我一直一直不敢回来 我要继续找他 一定要找到他 你讲笑话 有一个人骗了你的钱 你又来骗我岳父的钱 你当我们是傻瓜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骗你 当时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感觉 里边可能有猫腻 这全都是我的错 老徐啊 你一定要相信我 岳父大人 不要听他胡说 他在骗你 我 我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我 我要说半点谎话 就让我儿子再做大牢 你给我说啊 说什么说啊 那就让他儿子再去坐牢 这世上怎么会有有钱人 想骗关我们家的钱啊 说什么瞎话啊 再说了 我们家也不认识什么有钱人 谁说不认识啊 大姐婆家很有钱 韩总也很有钱呢 所以呢 难道是盈盈的婆婆 先设计骗关我们家的钱 然后再把这毒料店 送给我们经营 再买这么大的房子 叫我们住 他有病啊他 我也觉得他有病啊 哎不是 你们能不能说关键 到底有没有把那老张 送去公安局 当然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啊 哎不是 像他这种拿儿子 来发毒似的人 怎么可以放过他呢 就是啊 哎你说你这 他不抓他 你不会把他抓来 是他心软 为什么总是我倒霉啊 你去 哎哎别打了 电话电话 你好 徐公管 哎 平安大哥你电话 哎 洗手间 哎呀 爸爸 我也很想你啊 可是 妈妈说 我们不能见面了 平安等爸爸 爸爸会去接平安回来 嗯 嗯 好 平安再见 你跟平安说什么 你要接他回来啊 不可能办到的是 为什么要给他承诺 给他希望呢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要生活在一起 这是平安的衣服 平安回来要翻呢 放手 我叫你放手 我叫你放手 平安不是你的儿子 而且他不会回来了 你不放手是不是 好啊 你不放手也没关系 我就告诉平安 你不但不喜欢他 不让他回来 而且你还不让我给他 送干净的衣服 反正他是小孩子 每天穿脏衣服上学 也没关系 平安 不能穿脏衣服去上学 平安 要穿干净的衣服 平安要穿干净的衣服 哥 不用太担心 嫂子不会把平安的衣服 全部都拿走的 她只是拿走部分 给平安梳洗而已 哥 喂小鱼吃饭了吗 平安送给哥的鱼 要是饿死了该怎么办啊 小鱼还没吃饭 平安的小鱼不能饿死 嗯 明明觉得你应该离开这个家 可是当我看到你这么认真的 让我哥讨厌你赶你走 我又觉得很心烦 很难过 细腻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是吗 是吗 在我离开之前的这段时间 我可能都会这样堆夕雨 她可能会心情不太好 如果你有空的话 带她出去走走 呼吸新鲜空气 别让她一个人老大在家里 我知道了 有空再来啊 谢谢 来吧 下次再来啊 哥 你看这个摊子挺有玩的 你玩一个 十块钱三个 好啊 套重的就有啊 对对 再轻一点 再来 亲爱的 别生气啊 这个送给你 哥 哥 你在看什么呢 你在偷看人家 哥 哥 哥 你东张西望的找什么呢 哥 哥 哥 买偷鞋 随便看看吧 哥 你买这鞋干嘛呀 你是买给嫂子的 对不对 你 好啊 你 你 我 拜托 我已经快受不了了 世民现在找不到你 开始改成对我国命连环扣 我已经快崩溃了 就算你是要分手 也别用这种烂招啊 别乱说 都没交往过 哪儿来分手 反正你得去面对 不管是分手还是开掉它 逃避都不是办法啊 如果你继续这样躲着它 连我这个做员工的 都要瞧不起你喽 终于接了 我以为连你也开始 抖我电话了 老板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算了 问你 你也肯定说我不知道 不管他回不回来 我决定了 下星期一我就来上班 不管他在不在 肯定有我能做的事情 好 下周一过来 你回来了 好 那我明天就来上班 不用 周一过来就好 可是 每次都这样 话都不说完 心里 你觉得这个 好看吗 眼光不错嘛哥 好看 来 我们先回家吧 你们慢慢聊啊 好累啊 我先上去了 你们慢慢聊啊 我先上软了 你 我先上去 你 我先上去 随着我走向前 你变成一片片记忆的残缺 一生煮的鸟花烧眼泪 为你流干反亏欠 许多事情 就是不要生气 不要讨厌夕雨 我不是讨厌你 我是觉得你很烦 每天跟着我 我真的觉得很累 你知道吗 累了 就靠在我的肩膀 这是细雨送给徐护士的礼物 徐护士不喜欢 不喜欢 不好看 而且一点也不适合我 现在想想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喜欢听什么古典音乐 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你整天喜欢待在家里 我觉得很闷 我们两个一点共同点都没有 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辛苦 你知道吗 徐护士喜欢画画 细雨也喜欢画画 是啊 我是喜欢画画没错 可是跟你结婚以后 我每天都照顾你 根本就没有时间 再提起画笔了 小编 我爱你 扔掉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不要一直烦我好不好 我们的咬着 我都争辑 你更看得越怎么快乐 说啤你 我的爱 哼哭的抉择 你的缺带在我 fingers 可不得 你淡淡感情会是前世的劫 前进的孤子分店却都是体会 如果说谁牵了谁 让我抗击抓个罪 不说个钱 不说个钱 不说没有 我真的很喜欢 何小 你肖家上班那平安怎么办 谁接她上讲课 没事 为了方便我们以后接送她 已经在我们家附近找了一家新的幼儿园 以后不用我再开车送她 方便多了 感觉了 是 新的幼儿园跟旧的相比不是那么高级 怎么说呢 可能是命运吧 本来以为可以成为江家的孩子 平安 没有做有钱人的命吧 有可能是 也不可以成功都出现了 希望我们个人来序 有点心 神经病 我们的友谊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赶不来吗 你老实告诉我 为什么回来 你回来干嘛 想家呗 人老了在外边 什么都不习惯 没有亲情 没有朋友 孩子又不在身边 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你说 有多凄凉 所以说 这人不能干坏事 我决定回来的时候 我就想过 我迟早会遇到你 老实说 我真怕遇见你们一家穷困潦倒 住在马路边上 你说我那心该有 现在 我安心了 你安什么心啊 你少来 你大女儿嫁个有钱的人 现在过着少奶奶的生活 你和你老伴经营 你清洁一个足疗店 现在你们是有钱人了 老实呀 以前的事 你就别再计较了 行行行 就算我相信你 但你必须 帮我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老徐 我 否则我就报警抓你啊 叔叔啊 可可呀 平安 回家再喝 家里面有很多喝的 在前面停车 找个便利店 是 请客说 个小女时 他不是 我们快点 都带我 我们快点 坐下 喜欢 平安到家了 幸福为主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还麻烦您送平安回来 公司今天没有什么事要忙 早点下班没关系 平安 叔叔给买的可乐 叔叔说偶尔喝没关系 天涼了 早点点再进去吧 好 平安 叔叔下次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叔叔再见 姐姐啊 那我走了 行 你慢走啊 好 慢点开啊 是 再见 你看韩总 看咱们平安的眼神 就跟看自己儿子似的 这都是因为想儿子想疯了 好 好 走 走吧 喂 喂 喂 老徐啊 那日来我找到了 你在哪儿呢 哎 我到你那儿去 我马上就到你那儿啊 哎 我马上就看见你了 哎 老郑 你往哪儿跑啊 哎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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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过来 大嫂 你给我过来 大嫂 你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 我不是诚心想坑你 确实找到那个骗子了 我告诉你啊 我老头子欣然好骗 我可也没那么豪虎 可是我刚才确实我看见他 那在 你还胡说八道啊是不是 行了行了别吵了 老婆 你带平安先回去 好 行 走 哎 不对啊老徐啊 你从哪儿冒出这么大个孙子了呀 你姑娘不是才结婚吗 丈母娘 你也觉得韩总很疼她 我也觉得 她一听说她换了个幼儿园 就跟我说 想去新的幼儿园看看环境 哇 这么喜欢小孩的男人 真的是好帅呀 又温柔又体贴 事业又好 简直就是百分百的 好男人嘛 哎呀 不像某些人 刚知道老婆怀孕 就横得想去死 哎 你们说说 这同样是男人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啊 这世上的好男人 还那么多 你怎么就偏偏挑上那个最烂的 而且脸会都跳得同样 我 哎呀我也不明白了 同样都是女人 怎么韩总夫人的气质那么的高雅 我们家这个就 叫叫叫叫叫 叫什么叫啊 笑笑笑笑什么 你也是男人 你应该站在我这边 还有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 一家有三个男人 就只有一个会说话 奇怪 早啊小夕 早啊 小夕 早啊 小夕 怎么我桌上会有这个月的工资啊 哦 那个 就是 哇 还是两倍耶 怎么了 我加薪了 还是老板发财了 一个月是工资了 另一个月是 哎呀 老板这个人真的很过分 看人还要我来说 我又不是老板 等一下 你 你刚才说我被开了 所以这些是遣散费 他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 叫我领钱放到你桌上 我以为他会自己来跟你说的 谁知道 请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要开除我 哎呦 我怎么知道呢 你还是自己问老板吧 哎哎哎 你干嘛啊 问他在哪里 什么时候回公司 好吧 嗯 喂 哎 老板 你什么时候到公司啊 哦 还在家 你完蛋了你 又行 的 你 我就要 我 找一个人 是 你 把你找一个人 你真的想去你 原来你就是江西泥 你不是说已经把它开了吗 来 来 来 先帮你吧 打准备给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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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不会告诉我 这就是你要开掉我的理由吧 我女朋友 一直怀疑咱们之间有暧昧关系 暧昧 我们有吗 我也不认为我们之间有啊 可她就是不相信 非得让我看了你 不好意思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给你写几篷推荐信 找我几个朋友来照顾 不必了 找工作的能力 我将信你还是有 多谢你的前三分 不打扰了 不打扰了 谢完了 以后啊 这种事你就别再找我了 我怕遭报应 我先走了 谢谢 喜泥 你 你不是去上班了 怎么这个时候跑回家啊 不关你的事 喜泥 喂 您好 请问江旭先生在吗 我是她太太 请问您是 这里是金海美术馆 是画作得奖名单公布了吗 是喜语得奖了 很抱歉 江旭先生并没有得奖 不过有一位评审很喜欢他的作品 想与他取得联系 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他本人的同意 请问可以把您先生的联系方式 给这位评审吗 这是法律界不成文的规定 孩子的监护权 多半会判给他的母亲 尤其对方也有婚姻 经济等各方面条件不比你们差 想要夺回孩子的监护权 确实有些难度 那这么说 如果他们离婚的话 就会对我们比较有利 当然 还有其他因素要考虑 不过 是可以这么说 老公 你一直不说话 在想什么 平安换幼儿园了 我前两年去看过 很不满意 我要让这孩子过上好的生活 这孩子太可怜了 那你就不要再犹豫啊 这不是得等西宇愿意和徐莺离婚吗 只有他们俩离了婚 所有对徐莺的有利条件 就都会消失 我们才能顺顺利的拿到孩子的监护权 律师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我倒不这么想 你说西宇那么爱徐莺 舅妈又那么疼爱西宇 到头来离不离婚 还是舅妈说了算吗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把舅妈的权利架空 老公 只要有我跟我爸爸的支持 不管平安还是公司 迟早都是你的 当思念变成了宣言 我只能全自己放下一切 时间推着我走向前 你变成一片片记忆的残缺 一生煮得流多少眼泪 为你流感 再无亏欠 许多时间 只要很难不住 相信你的直觉 终于你的感觉 终于你的感觉 你尽量 爱不离房不离 爱不离房不离 我们要怎么快乐 祝福你 我的爱 痛苦的结果 你的决定让我舍不得 你的决定让我捨不得 你的决定